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今天來和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去貢獻到這個FiveOSOS的frontend專案 那我們的專案的名字是叫做Gaia 那今天如果 如果你是比較熟悉C++或拍攝之間程序語言的話 那可以稍等一下 那下一位講著Thinker 他會按照介紹跟B2G的專案 那他的使用到的語言會比較接近這幾個 那如果你是HTML5或是Gaia 這些語言的開發者的話 那我們就走這地方了 那如果你非常的著急的話 那可以先到以下的這個網址先查看這個內容 那 那 那 我在這邊先和大家介紹 因為這邊可能有人已經知道我是誰 那也有人不太清楚 那 那我過去呢 有參加過一些OpenSource的這個社群活動 然後也有做了一些Android或是其他的Mogo的開發 那 也有在日常的工作也有參加一些Web的專案 那 對我來說呢 這個FiveOSOS Frontend就是Gaia的部分 其實他就是又有Open的元素 又有Mogo 又有這個Web元素 那當然他還有一些小小的Python 那對我來說呢 他就像是初期待一樣 所以後來就把這個障礙來開發 那 同樣另外一個常常被問到的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我要做這個開放原始碼專案 那其實大部分的Programment 大家都會就是有辦法寫一件程式 可是我們寫的程式到底能用在哪裡呢 對大家有什麼樣的幫助呢 那 參與這個開源專案有一個對自己的好處 就是說 你可以變成一個更會寫程式的人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有更多的實驗的機會 那同時呢 我們也有更多和全世界各地的開發者Cowork的經驗 那再來就是 這些 跟你 就是共同開發同一個專案的這個 這個 Development 他們可以和你做一些交流 可以給你一些 就是關於寫程式的一些經驗 那這個是對 在台灣開發者來說是還蠻難得的這個 難得的經驗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透過參與OpenSource的專案 我們可以讓世界上 許多沒有辦法 就是 沒有辦法透過商業的這個運作 得到的這個 得到這個應用的東西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現實 那我們Mozilla這個Foundation呢 就是正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如果大家對HTML5這些技術有興趣 而且願意來參與的話 我們有很多的社群朋友 愛護你的 在台北公司 都可以幫助大家 來參與這個專案 那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Fivebox OS 到底它的基本價格是什麼 還有它能做到哪件事 那我們Fivebox的專案的 CodeNet B2G 那它包含了三個部分 那基本上就是 一個手機的作業系統 那它包含底層的這個 infrastructure 那包含它的這個核心的 那再來就是它上面 一個網頁層的 就是Web 的應用層 那對應到我們的專案 就是這樣子 那所有的這個 在應用層上寫的東西 都是Sandwich TML5的API 那包含了一些 我們目前正在 Propose到那個 W3C的這個standard 那如果你是打斷 單純只寫Web 的APP的話 那可以去 直去就是到這個 MultiPlace這個網站 去參考如何撰寫 這個不只是Fivebox平台 而是跨平台的這個Web APP 那如果您 有對這個 對這個FiveboxOS平台有興趣的話呢 那可以直接 裝好Fivebox瀏覽器 然後去安裝一個這個 Simulator 那就可以直接在瀏覽器上去 去查看這個 查看FiveboxOS的這個 如何去運作 那甚至你的開發環境 你可以直接用這個 Simulator 那如果 那我們回來稍微介紹一下這個 我們的整個 就是叫Gecko的這個隱形 那 我們最早 是從這個 Nescape的 的瀏覽器出來的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 這個隱形就是 叫Gecko 那後來我們發展了這個 就是Desktop的Fivebox 那包含了這個 Android版的這個 Fivebox的Potin 那最近的 新增加的成員 就是FiveboxOS 那FiveboxOS 本身它就是 包含了 我們要把這個 Gecko跟所有的這個 所有的 手機的這些硬體去 接取的這個 Adapter跟這個 Potin的成 那叫做Donc 那再來是這個 我們一般 User常常使用這個 作業系統 還有這個 Desktop 還有內建的 Building Apps 這些東西呢 我們就叫做Gaia 那今天主要的 要介紹的是這個 Gaia的一層 那這樣講 稍微有點抽象 所以我想拿 拿一個 美國英雄大片來做比例 這樣大家會 可能比較 有記憶一點 那Gaia Gaia 其實就是 像是Toni Stark一樣 就是 它是一個 所有鋼鐵的核心 那我們最早的版本 就是它 製造最早的版本 那它也是 製作了這個 Desktop 或是這個攜帶版 那甚至我們現在 所有的 不同的機種 它都是 用不同的戰役 來去 使用 就是Toni Stark 可以使用的戰役 那對於這個 我們Gaia來說 Gaia它 除了這個 除了System的部分 其實是直接綁在 直接跟這個 跟這件戰役比較有關聯 但是它還有一部分的東西 還有一部分的App 其實是可以在各種平台上 運作的 那所以我把Gaia 比成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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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engers 那 我們包含了 系統相關的這些 Untility 還有這個 Predactivity的App 或是這個 Media的App 或是 或是 Grosser裡面的 Grosser 那 基本的架構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 實際進入到這個 如果你想要協助我們 來做進一步的開發的話 要做哪些事情 那第一步就是 讓這個 你的開發環境設定好 然後可以把這個 整個環境好下來 那 所要做的事情其實還蠻單純的 第一個就是 取得這個 Gaia的resource 那我們的resource 現在是 全部都放在這個 Github 下 那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這個 這個Contributor大概有快300人 那 GialActivity的 大家可以點進去 看一下 Graphic or Paths 那我們 其實每天的這個 還算一個蠻活躍的search 那 取得Galad的那個code之後 我們還要再做一件事 就是取得BuyPath的這個 開發板 那 那我們 我們 把這兩個東西下載 以後呢 就是在命令行上 去打一個 Debug 給予E-Mac 那他就會把 Gaia的這個 東西 編出來 然後把這個 FiveBus OS FiveBus Profire也 放進來 然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在這個 我們就可以直接在 浏覽器裡面 跑出來那個 這個 這個 實際的這個 運行環境 那 要開發這個 FiveBus OS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可以直接在 表演器裡面做 做完 那一份工作 那當然如果是遇到 像是這個 Telephone 就是 一些電話 一些功能的話 那當然還是要 需要有一些實機的 測試 那 接下來 把環境設定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會進入到 比較日常的這個 日常要做的事情 那日常要做的事情 有 主要有三件 就是找 找Bug 然後 Drop 就是去 Take Bug 然後再 就是 或是說 如果你有自己 找到新的Bug的話 你就要把這個Bug 發出去 那我們所有的這些 Essue Trading的動作呢 在 MOSIA裡面 是所有的專案 全部都使用 一套叫做BugZilla的這個系統 那最近 那最近 就是 他裡面 這個BugZilla 裡面File的那個 問題呢 已經超過90萬個 當然90萬個裡面 大部分都解決了 那我們這個 列表呢 是所有的這個 該案裡面的這個 一度去專案裡面的所有的這個 這個 那如果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 根據自己的這個 感興趣的地方去看 裡面的 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大家覺得可以去處理的 那 那 決定了 想要處理 那如果 你在使用這個 FileFileOS 或是其他的 這個 總是要想要在這 擴大 有遇到問題的話 就可以按 這個 上面這個 New 這個專案 這個功能 然後 發一個新的Bug出來 那 這邊有幾個 參考的資料 一個是 Google First Buck 那 這等一下 這樣還會再提 然後再來是 有一個 我實際上 Hack 上面有一個文件 叫 My First Page 那 這個裡面會有提到說 有一個 外國人他在 這個 貢獻整個 Gata Page 的過程 然後 當你找到了 想要解決問題的時候 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把你的 把你的 把Zilla的 抗填 就是你的 有沒有填到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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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欄位裡面 然後 按下 這個 那大家就知道說 這個問題 有人要 打算要來解 然後 那如果 要解問題的時候 你可能 有看到有一些問題 你只是感興趣 但是 還沒有打算 直接把它 跳下來做 就是 如果你要圍觀的話 可能就按 右上角 這個 CC 的 把自己的 自己的 那個 email 加進去 那就可以 圍觀了 那再來是 如果 你對這個 開發的過程中 或是說 你想要開發 但是不知道怎麼 不知道怎麼入門 那 歡迎大家就是 上這個 IRC 或者上這個 Mail List 來和這個 我們線上的 所有的開發者 來直接去交流 那 如果你是 在 一個台灣的話 可以打 某些台灣 或是這個 其他 或是他相關的社群 那大家都可以幫助 那 最後這一個部分 就是 用一個實際的例子 來 大家介紹 我們要怎麼樣去 實際的 丟一個新的patch 到這個 我們的系統裡面 那 剛開始 就是 我 為了這個 簡報呢 我就說 就 我們brainstorm了一個 idea 那這個 idea 就是說 一般的這個 手機上 通常 通常這個 案件的時候 它都是同樣的 這個 案件 撥號音 那我覺得實在是 蠻 聽才蠻無聊的 那就想說 是不是我可以讓這個 案件撥號音 想一些不同的鈴聲 那 在過去呢 不管是Android 或是其他的 這個OS 我們想 想到 我要這樣做 可是你要 要做的 這個 再深入去想的時候 就說 我到底要怎麼去改 這間鈴聲呢 到底這間鈴聲 藏在哪裡呢 可是 你在5BusOS上 就可以去預期說 因為所有的 這個5BusOS 它都是使用 HTML-5的技術去轉線 所以 它的這個 你如果想要在這個 按鍵的時候 播聲音的話 加一個 Duel Tag 就好了 那 好 那為了要做這些 要做這個 新的功能 我希望把這個 新的功能 加到我們的系統裡面 所以 第一件事 我要先去 File一個bug File一個bug 來和大家公告說 我沒有這個打算 那看看大家的意見 那我也可以公告以後 就直接在這個 這個mail list的 這個thread裡面 加上一個 這個needing for的這個tag 然後去問一個 問 問其他developer說 欸 這樣子做 如何 那 接下來就是 實際的這個coding的部分 那 要做 剛才講到 這個 這個功能呢 有幾件事 要注意的 就是 我要怎麼去取得 這個 取得這個 video的 這個 voice的 這個create 那還好 那時候我在做的時候 剛好遇到 一個很 很 insightful的網站 那所以 它是有提供了一個 倒數 從 從 從一數到十的 這個 特別的 這個 voice click 所以 那我們就 很快的去po 太鼓每個版 有些 有些 那 有些 太有心了吧 因為我沒有那個型號跟情號 所以就拿這個備物利用一下 當我們把這個Patch做好之後 接下來就是我們要透過我們Ghub上的專案網站 我們要把我們做出來的東西 推出去給其他人來審查 看這個東西Quality或其他的內容夠不夠好 它是透過一個叫Pore Request Form 其實很單純就是左上角 它這邊是你要推送的這個Repository 然後右邊這個是你的Repository 下面它會把說你修改的地方全部都列出來 然後你可以寫前簡單的觸解來和大家溝通 那再來就是我們剛才的專案跟這個Linux Kernel 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們現在已經沒有辦法透過解這個空格 或是這個來去丟Patch 因為前陣子有人把這個Auto Link Check 丟進我們的這個檢查的這個流程裡面 所以基本上你在丟Patch的時候 這些東西應該都是已經預先 你要先處理掉 對 對 那在丟完Patch以後 我們要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的Patch是丟在那個GitHub上 那我們現在要回到這個Bugzilla 來讓這個Reviewer去做一個Reviewer動作 那我們就透過點選這個Form 我們就可以去上傳這個HPML檔案 那我們會把這個HPML檔案裡面放一個 Returbate的Tab 然後把這個 就是讓這個Reviewer點了這個文件 它就自動點到這個GitHub的Review頁 那我們在這邊就是 這邊有一個需要填寫的地方 就是這個 我們要找誰來Review呢 那其實現在我們也有一個標準Policy 就是大家可以到這個上面的這個網站 然後去查看這個每個部分是誰負責的 那你就丟給那個負責的人就對了 然後 Submit了以後它就會到了一個Review 這個ReviewState 那你可以看看最後結果是ReviewGranted 那它後面就是一個R Plus 那如果是失敗的話呢 你就會得到一個R Minus 那剛才丟的東西 那個很不幸失敗了 所以 所以 我就得到了一個 那個R Minus OK 然後 那另外一個情況呢 就是 你的東西 人家覺得OK 那它Granted 可是它有些建議 就是希望你這樣子做 那當你把這些小修改修改完了以後呢 那恭喜你 就 我們第一個 這個Guard page 就完成了 OK 那 那 在這邊 就是鼓勵大家說 你是在 還在 還在就學啊 或是還在這個 就是還在思考自己 自己想做哪些事情的時候呢 就是 不要 也要太快就放棄 就 可以多多思考 那 我們 我們 Nosea 就是完全是 靠近在這個 Open Source的這個 社群 那 我們可以幫助大家 那 也希望大家可以來參與我們的這個開發 然後 一起來世界面的各套 OK 那 謝謝大家 請問 有沒有什麼 問題想要 詢問 這場有 很想提問的嗎 譬如說 像剛才那個 馬豐普的那個 柏浩英怎麼是做的 那 我在想問問 其實最近 我接下來問就是 柏浩英要的 請問 OK 柏浩英的話 我剛才 應該是 有一個 到時候 有一份投影片會 教給大家 然後 這個連結 有一個 有一個 有個 有個 Request 連結 大家可以直接看上面 是怎麼做的 那簡單來說呢 簡單來說就是 我在這個 撥號的地方 我加了一個 這個 Udeo 的 tag 那 當 原本 原本他按下這個按鍵的時候 他是去 呼叫一個 波浩英的那個 他是一個 frequency 就是他 他原本其實是 透過 某些方式 把這個 這種 奇怪的 固定的聲音 送出來 那我現在就 不播那個聲音 然後改成播 那個 Udeo 的 tag 那 我們有遇到一些 小問題 那 像是原本的這個 Bumbler 這個 他是 同一個 同一個 click 那我們 後來是把 就是每一個 每段把分成一個 小 click 那這樣子 跑起來會 就是 就 會比較順暢 就是 因為 你按鍵可能會按很快 所以每段 每段 他 如果說用原本 整個 CSS 去跳的話 還是有點 有點小問題 OK 這樣有回答到你嗎 好 有個人在想外 就是說 你當初 會不會被 這真的被追不掉嗎 這個是 那個 昨天 這個 其實是為了Demo 就是 他還有很多東西 還沒有很完整 像是 因為現在是Hot Code 進去了 就是變成 如果這個東西被 Accept的話 變成 所有出貨的 都會有這個 這個 那這個明顯是不太OK的 那 我們那時候也有在想說 是不是 這個 就是5Bud OS 其實就是完全 Customize 就是完全可以 透過很簡單的方式 你可以做到 你想做的事情 那我們有在考慮說 是不是 把它變成更 更 像是 Edama之類的 這種實施來去提供 那不過這都是 還 離現實還有段路 不過 如果說 你只是想做一個 自己的 自己版本的系統的話 那我覺得 是還蠻有趣的tool 還有其他人有問題嗎 我們還有一些時間 就是大概5分鐘就 對 如果有問題 比如說 什麼 或是 或是 從派遇的頻道 之類的 都可以 可以 沒有嗎 不好意思 我應該是 那個 中中播 就是 你剛才提到那個 Simulator 然後 那朋友們自己 比較像 Enjoy 比較像 iOS Performance 還是 Simulator 執行起來的 效果 我建議你可以 就是 實際去裝 看 因為他的要求 非常的低 你只要有瀏覽器 然後連到 就是直接在 在瀏覽器裡面搜尋 那就可以找到 這個 Simulator 那 目前 我覺得還蠻快的 那 那 大部分的 如果你是 只做 WebDB 開發的話 我覺得他是 一個非常好的工具 不好意思 在於問題 那如果 我是想要 做 Firebox OS 的 那 問題也是 可以做嗎 您所謂 back-end 的意思 是不是 剛才講到 Gaia 也有 System 裡面 這個東西 想想要 去改善 那個部分 那 這個東西 需要 有 Bus 需要 還是 如果 是要改到 就是 Gaia裡面 有好幾個部分 那 有的是一般的 這個 App 那也有一部分 就是System 像 Windows Manager 這一類的東西 那如果 是Windows Manager的話 那 有一部分 像是 你的這個聲音 Voice 這個 昨天有講 講到這個 YouTube Channel 這些部分的話 你就需要有時機的 去 開發 那如果你是一些 比較General 就是像 這個 Lock Screen 或是這一類的東西 或是這個 這個 這個 App的Windows 這一類其實 在這個 就是在這個 那個 耐力上 跑 他就可以 就可以去測試了 還有人 其他有問題嗎 謝謝 請問一下 就是 因為我們知道 Firefast 他跟我們一般用的 Browser 他其實是 都用一樣的 都是Gaiko的 Random Engine 那像這樣的話 他們用的是 到底 是不是同一份 Rateport 還是說他 Firefast上面的版本 那個Rateport 其實跟 一般我們DeskTub 用的 有些微妙的不同 基本上 大家可以預期 就是 它會是一樣的 那目前我們的 這個 因為開發的時程的關係 就是 我們剛剛只要 要 就是追求系統穩定 所以我們的版本 會稍微 沒有 沒有像我們現在 DeskTub 這麼新 但是它基本上 是一樣的東西 那我們 我們做的東西可能 我們做的東西 其實是 同樣的核心 然後我們會為它 外面加裝架 就是說 加Adapter 在Gecko裡面加Adapter 然後在這個 底層跟硬體 跟這些 打電話 這些硬體的這一層 加 這個 加一層 就是 Port之類的 那 透過這些方式 我們用同樣核心 然後去接取不同的這個 device 那這個 允許下一場的講者 會有更詳細的介紹 那 由於時間關係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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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